视频开始之前先申过瘾 我的卖家卖给我的蛇绝对是非常健康的 是一个很负责的帕游 这次我把整个饲养过程遇到的问题和我的一些猜测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照顾好自己的 首先说一下这条蛇死的前与后果 我本身个人收入不高 所以我在购买蛇的时候我会比较谨慎 买蛇永远是价格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就是看到自己心灵的蛇总是想通过低价去买 可能是苗子有些小问题也不会太纠结 我从爬友那里以特别低的价格买到了几条巨石的蛇笔 价格确实相当便宜 而且我们之前也共同过很多次蛇状态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把收巨石蛇笔这件事情想的太轻松了 这条死了的母蛇笔蛇 在生病之前状态一直都很好 虽然说不吃鼠 但是我搞了几个宠物蝌蚪 给它进行了开始 消化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为了几次蝌蚪 它都吃了 让我觉得这条巨石的蛇笔消化挺好的 就想尽快的让它从吃蝌蚪转化为吃鼠 但是就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 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 由于当时这条蛇不吃凍鼠 所以我在当地跑了好几个地方 买到了开口的活鼠 比较小 1.5克左右 当它把活鼠吞下去之后 我发现它肚子两天被我消化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给它的鼠过于大 当时蛇的体重应该是在5.5克 鼠应该有1.5 实际的占比已经超过了25% 但是由于我太过于自信 不出意外的这条蛇吐蚀 吐蚀之后10天 我又进行了喂蚀 发现这条蛇有了轻微的肠颜 拉出的粪便也有问题 于是我又开始了停驶 给了最温和的中药 益生菌维生素的 但是这条蛇的状态 还是越来越差 期间喂给了电解质 抽到糖进行续命 虽然活是活了 但是皱皮和脱水的情况 并没有解决 最终我也没让这条小家伙活下来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也一直在反思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太过于自信了 没有考虑到 一旦产生吐蚀 就会导致蛇苗致死 这一点我没有考虑到 第二本身据食的蛇苗 一些前辈也说过 长时间不吃饭的蛇 肠胃肯定会有问题 消化能力肯定跟不上 不如正常的苗子 这一点我也没有充分的考虑 第三我的耐心不足 如果每次我只给他 填食5%到10%的食物 也不至于导致他会吐食 最后治不了 导致他的死亡 最后一点 我也没有去正规的医院 寻求帮助 只是一直在靠自己的经验 来处理问题 我现在也很后悔 如果早一点去找到专业的医师 会不会有更好一点的改观 让蛇有活过来的可能 今天跟大家说这件事 也是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 把我当一个反面教材 不要走我的这种老路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 自己家里的蛇吧 好 拜拜